再來 將對這個海軍陸戰隊的潮演 發行到冰準的意外 特政部隊出身的 民進黨的地口的副製品長 吳宜隆 在臉書來表示 這個國軍的訓練 大部分都是為了表演的訴求 韓國演習就是每一年 最大項目的表演 吳宜隆甚至沒有來批評 說這個潮演是為了作秀 並沒有實在國宏的用途 國宏沒有來回應說 這是不實的評論 而且這種評論也上是每天 很努力在訓練的冠冰 副總統也說 吳宜隆這個說法不是真公平 兩區基本的能力是不能費用 在臉書上的一些發表 一些不實的評論 將傷害國軍所有官兵平日情緒經驗 投入部隊演訓 提升戰力的努力以及成果 中東出入部隊員 吳宜隆的說法不公平 吳宜隆第一章出面的時候 台東有比較保留 我們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軍可以更好 提出問題來檢討 通常是一個非常 經常是一個尷尬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必須去面對 海軍六戰隊的任務 勝進也能去國外討論 萬一不幸的被敵軍攻佔的話 那我們勢必要實施規復作戰 登陸作戰其實也是另外一個選項 佔領橋頭堡 攤頭堡 然後再甚至擴張戰果 然後讓其他後續的部隊能夠登陸 軍方募強調說 如果是台灣本土的交通 受到損害 需要為空中還是海上的支援 六戰隊第三 庫折副副副政院的重要任務